MORRAGE EPISODE 大回去 Absolutely 可以 menti 我們四面是以四面況的離線 光光了這五面線 四面就要發展出來 我們 對習近平熱門的就是 由一散就騎火 兩秒鐘就鬥出很鮮嫩的路 跑不出來 这个是一个最大的特色 天下地狱烧 我如果一个星期不吃 我都心都慌了 小妖烧烤很好找 从金坤高速四面站下站 我打过我打桥 左拐 下来很近 新火路而断 我桥五十米就到了 四面烧烤带动了很大一波经济 总理来说就是 以前的四面看四面狂 但是现在的四面看四面烧烤 小妖烤男的 你住一住的走到今天 来来来来 你也是当时的一个大一口人 我叫丁润芳 我从90年开始就卖起烧烤 卖到二十几年 我以前是穿矿的工人 最早是汉工 气力不尽气了 准备自己自萌出炉了才卖烧烤的 招牌的菜就是选一片 炊肠大片牛肉 我们家这个鱼是由鱼鱼烤的 而且这个吃法不是很多 然后一会儿靠给你们吃 很好吃的 切这片牛肉也是要讲究的 不能动很耕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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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动 这牛肉切好了 然后用这个自己腌制这个尿头 一朵朵把它剁起 腌制七八个小时就可以了 这样子味道就非常发适了 然后就拿出来装盘 拿点菜籽油 烤出来就又冷又滑的 脆腸也是我们家的手腸菜 现在我们就会喝香料 把它弄来抓匀 然后在这儿腌制一下 效果就更好 一片炊肠 就是我家第一个鲜鲜 就跟郭欣扬的 唱出名第一首歌 你哪个在场 出来怎么那么好听 知道不 这个素烧烤也是的 你随便拿 做不出我这个味道 真的八字 你看这个火苗烧得很旺 所以说我们才叫它天下第一烧 我们这种火上飘的话 就必须要赚人来烤 他会把我找你火火 还有他切的那个肉的那个厚高度 烤出来刚刚好 口感刚刚好 这个就是赚牛的地方 就像烤鱼片 在一本的饭 就不吃了 烤鱼片 除非 虽然说我尿马成那个样子 但是烤非常关键 像鱼片一般刷几下 就不吃了 烤鱼片他吃了 又滑又嫩 口感相当八字 有肉的意思 基本上就从红色变到了 口感相当八字 有点败就要对了 油肉是血门多脂 口感也爽滑 有什么四面烧烤的特色 面香麻辣都有焦头 炊肠的就稍微时间要长一点把握 就对了 说说要不要火火找我掌握好 干了二十几年了 确实干的有点对了 烦了 现在就觉得不得事啊 就找你老公游戏大家聚一下子 回忆一下子往事了